花莲施工所将进行耐震补墙以及兴建电梯工程 施工所在位置的社劳科 因此必须搬迁到进风生活园区的礼堂上班 市长威嘉贤23号特别是前往视察办公的环境 还有设施设备 除了希望同仁能够有良好的上班空间 也要求为民服务的工作不要受到影响了 花莲施工所社劳科同仁23号忙着搬家 因为原本上班的地方要开始进行耐震补墙工程 社劳科将从7月24号开始迁入进风生活园区礼堂来异地办公 市长威嘉贤23号也特别前往现场关心同仁们的办公环境 还有相关的网络设备连结状况 花莲施工所的社劳科的部分 以往都是民众最常办理的一个业务单位 那因为我们在地震过后有一些耐震补墙的工作必须要做 那所以我们在进风园区原本在选择异地办公的地点 那也可以正好符合我们来把社劳科先暂时安置在这边 来服务我们更多的民众 那在这里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让所有民众在办业务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相对的好停车 那也可以让民众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来这里洽工 那社劳的业务真的是琳琅满目 那我们希望说也在此提醒所有民众 到花莲市工所的进风云区 如果社劳业务的部分就在这里 马上就可以来协助大家来做相关的一个咨询 跟解决相关的问题 那这段时间如果造成大家不变 请大家多多见谅 同仁们动作迅速地把所有的办公设备就定位 网络及通讯设施也在做测试连结 务必做好外选准备 不能够耽搁到原本的工作任务 而从7月24号开始 花莲市民除了车票兑换及健保厌务 仍在施工所所内受理之外 其他包括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低老、身心障碍 而上还有其他急难救助业务 都请民众前往进风园区礼堂来办理 借旅会欢视报导